大家好 這裡是米米與米媽 今天要繼續講的是 達克比辦案2 壞蛋的秘密 另類的動物育兒行為 吃孩子的狠心媽媽 警察先生 太可惡了 我要報案 怎麼啦 竟然有人吃自己的孩子 這種媽媽 該嚇 真不像話 鴨太太 別太激動 到底是誰 你有親眼看到嗎 有 就是吳郭魚 我們剛才去河裡覓食 游到吳郭魚附近時 我和孩子親眼看到 那個媽媽衝過來 大嘴一張 媽媽 你看有小魚耶 哇哇 血盆大口 把自己寶寶 全部吃掉 一隻都沒有剩 啪 啪 媽媽 怒是 正义领难 无锅鱼小档案 墨三比克无锅鱼原产于非洲 引入台湾以后遍布各地的河口 池塘或近海沿岸 正式名称为墨三比克口夫菲济 繁殖力和适应力都很强 即使在污染严重 氧气缺乏的水流中也能生存 身体颜色会随着环境改变 进入繁殖季节时 公鱼的脸颊变白 于其末端变红 以吸引异性称为婚姻色 犯罪嫌疑为了填饱肚子 谋杀亲生的骨肉 啊哈 被我抓到了 住口 你还吃 放开那些小孩 吞 哼 这么嚣张 可恶 嘴巴给我张开 吐出来 敌死不从 糟糕 我得想办法逼他张嘴 救孩子们出来 No 哈 我有妙计 看我的 第一招 骚痒逗他笑 咕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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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招 美食引诱他张口 忍 第三招 撒胡椒逼他咳出小宝宝 无动于衷 可恶 都没有用 不跟警察配合 我告你妨碍公物哦 啊 原来是警察 哎呀 不早说 孩子们出来玩耍吃东西吧 耶耶 快乐 哎呀 原来你把小鱼含在嘴里 没吞进去哦 当然 我是他们亲妈妈 保护他们都来不及了 怎么可能吃掉他们 可是我明明看到你气急败坏地冲过来 硬把他们吸进嘴里啊 那是因为你一脸凶巴巴 我以为你是坏人嘛 我们的鱼卵和小鱼都很脆弱 放在嘴里保护 我才放心 所以从他们还是鱼卵开始 我就把卵放进嘴里 一边保护 一边耐心的孵蛋 这样可以提高鱼卵成功孵化的几率 真稀奇 我只听过鸟会孵蛋 没听过鱼也会孵卵耶 呵呵 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叫我们口孵鱼类的原因 不是我自夸 我们孵蛋的技巧 可是比鸟类还高明哦 真的吗 没拿出正本事 随口说说 可不算数哦 你不信 那我露一手 示范给你看 首先 把卵放在嘴里 把嘴巴微微张开 然后不停的拍打塞盖 让水虫塞流进整个口腔 再从嘴巴流出去 呵 这么麻烦 万一鱼卵跟着流出去怎么办 动作要很小心 而且如果嫌麻烦 我们的宝宝很可能根部复复不出来啊 呵 有这么严重 因为新鲜的水流 才能带来充足的氧气 而且带动鱼卵不断的转动 这样鱼宝宝才能健康发育 鱼卵也比较不容易发霉 一 塞盖打开 充满新鲜氧气的水流 以黄色镜头表示 被吸入口腔 二 利用水流搅动鱼卵 好让每颗鱼卵都获得足够的氧气 三 水从嘴巴流出去 鱼卵安全的留在口腔 墨三笔克 无过于的爱的结晶 在口腹鱼类中 有些种类是由雄鱼口腹 有些则是由雄鱼 雌鱼轮流口腹 而有些则是由雄鱼 而是由雌鱼单独扛起口腹的责任 墨三笔克 无过于就是其中一种 繁殖季节来临 墨三笔克的雄鱼用嘴巴在河底 挖一个浅浅的槽 并变化出鲜艳的婚姻色 吸引雌鱼来配对 哇 好帅的颜色啊 喜欢吗 这是繁殖其才有的婚姻色哦 决定配对的雌鱼 在雄鱼竹的潮中产软 雄鱼耐心的在一旁等待 产完软后 母鱼把软吸入口腔里 宝贝来 在妈妈的嘴里孵化 就不怕被吃掉了 接着 母鱼用含着软的嘴巴 去刺居公鱼 使公鱼排放精子 为嘴里的鱼卵受精 公鱼离开以后 母鱼独自孵 口孵 直到鱼宝宝孵化 具有觅食能力为止 耶 我能自己照顾自己了 妈妈再见 再见宝宝 听起来很简单 我也来试试 假装巧克力是鱼卵 简单才有鬼 绝对入圆圈 还要扭动嘴巴 让鱼卵转动 左扭右扭 记口水 噢 咦 咦住 咳咳咳咳 咻咻动动动 咳咳咳咳咳 咻 不及格 真正的口孵鱼 是不能随便咳嗽的 不然小宝宝会喷出去 很危险 拍赛啦 拍赛啦 看起来简单 做起来难 水里飘着这么多沙子 巧屑什么的 喉咙应该很容易发痒 不舒服 就会咳嗽吧 是呀 不过为了嘴里的宝宝 还是得拼命忍住这些 有些种类的口孵鱼 会分泌特殊粘液 来润滑喉咙 就是为了避免咳出小宝宝 前功尽弃耶 嗯 周到 细心的好妈妈 哼哼 我们会不顾一切 用嘴巴保护孩子 直到他们顺利长大为止哦 充满母爱 看来是鸭子妈妈误会了 她看到你吸进鱼宝宝 以为你吃掉自己的孩子 特别抱紧来抓你 蛤 什么嘛 我一肩扛起口孵的责任 哼 委屈 不但要神经兮兮的保持警戒 肚子好饿 也不敢吃东西 耶 吃大餐咯 口孵的鱼卵 大约要四到六天才会孵化 在口孵期间 母鱼摄食量减少 甚至不吃任何东西 人家明明是模范母亲 竟然被捉成狠心妈妈 误会一场别伤心 哇 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啊 不然 你今天好好休息 小鱼的安全就交给在下我 啊 啊 有危险 小鱼 别怕 警察贝贝来保护你 吸 吸 吸 数分钟后 妈妈 叔叔有口臭 呃呃 对不起 呃呃 臭死我了啦 真的有动物会吃孩子吗 保护后代是动物的天性 尤其对人类来说 每个孩子都是父亲母亲的心头肉 不过生物世界总有例外 在大自然里的确有父母吃掉亲生骨肉的案例 他们为什么吃掉自己的孩子 也都是有特殊的原因 有些鱼类 昆虫或爬虫类的神经系统很简单 认不出自己的孩子 只要遇到自己的幼儿 就可能被当作食物给吃掉 嗯 有点面熟 有些鱼类或蛇类 能挑出草里坏掉的蛋 然后吃掉 这颗蛋里的宝宝死掉了 不吃的话很浪费 猫兔子或有些鼠类 闻到敌人气味时 会吃掉自己的幼儿再逃走 原因可能是 与其宝宝被敌人吃掉 不如自己吃 才不会浪费眼前的营养和能量 孩子 妈妈没办法带你们走 只好先吃掉你们 我的办案笔记 办案人压妈妈 办案原因 五锅鱼太狠心吃掉自己的孩子 调查结果 五锅鱼是特殊的口肤鱼类 会用嘴巴保护鱼软汉宝宝 并不会吃孩子 遇到危险时 五锅鱼妈妈会紧急把小鱼吸进嘴里 有时还会 糊里糊涂的吸进别人家的孩子 鸭妈妈诚心诚意的向五锅鱼道歉 两个人还变成好朋友 调查心得 鸭妈妈 大嘴巴 爱在背后说闲话 五锅鱼 嘴巴打 口肤宝宝快长大 两张嘴巴 比一比 谁的功劳比较大 鸭子搅乱一池水 鱼儿宝宝满天下 无罪 盖章 今天故事说到这里 下次再见咯 再见 再见